歡迎回到LAMIGO TV 來到了中段戰的四局的上半副方的進攻 LAMIGO是3比1領先 目前打擊去上的是第五棒的高國輝 上一次打擊是從王一錚手中超出了中外移方向的平徽安打 王一錚呢前面四局 前面三局 用球數是48球 前一個半球 最後都把這個用球數節省了一些回來 兩顆好球沒有壞球 南無哥桃園隊在主場桃園球場目前是四連勝 四連勝 足以先前一個半球 過去那個球 對,對方啦 一個nice play 在過去真的是 印象中就是東哥啦 跟阿朗 他們二優有出過這種接力傳球 這也必須兩個野手靠 都有靠進去 如果說這個游底手沒有靠 沒有靠過去的話要做這個play 就做不行 那你一拋沒有人要掉地上 跟那個球很糗 接力 刺殺 然後兩塊 前面也跟大家提到過 王毅正今年真的 特別是在最近連續八場比賽 最少都投滿六局 八場的先發喔 當中的五場是 投完了七局 三場是投滿了六局 最近五場呢 那個是做八場 最近五場他的投球局數分別是 七局七局六局 七局七局 哇真的能夠吃拘束啊 很耐頭啊 那他自己 你必須投足內容要到 一般的水準 我們教練團是最開心的啦 不用一直燒很多牛 對 大概六局 甚至到七局 十分在四分之內 都已經是 符合了教練團的要求 四分之內都非常棒 因為 LAMIGO的打擊 我去西方的打 對啊 王毅正是連續三年 包含今年呢 單季的投球局數 都超過一百二十局了 也五年超過一百局 我都量好三塊啊 下一棒是第六棒的泛國城 要投敗速球 沒有空好 一百四十五公里 那就是四壞球保送 就讓B3王毅正投出來的第一次 北蓋第一次的四壞球保送 沒有人出去上到一壘 黃毅正 前面說他的BB9才2.31而已 他今年的那個 他今天是第一局 就被胡金龍打了一支拳雷打 因為今年球季齁 黃毅正先前只被打四支拳雷打 真的不多 泛國城上一次拿幾十 兩出局二三沒有人 遭到了王毅正的三陣 欸 丟人啊 這一個 出身球 剛剛才說他出身球很少耶 今年他之前只丟到兩個人 之前只有出身球 在8月12號 打到張智豪跟黃毅正 哇 削到衣服 真的是削到衣服 真的是削到衣服 真的削到衣服 我一點點 對 這只有削到啦 是沒有打到身球 真的是打到衣服 真的是削到衣服 今年第三次出身球而已 這一群他的寶獸也出來了 出身球也出來了 出身球也出來了 所以今天說他過去有很多 真的是很小發生的 今天怎麼都出來了 拳雷打 以前真的很少 爆頭很少對不對 出身就很少 今天怎麼都出現 這也是副幫的機會 這一群 空點的 怎麼抓一雷了齁 孟輝 這個我出現短打 這個LAMI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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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上一次王毅正出來宣發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我通通都講過一遍 他也沒有出現出身球 也沒有被打拳雷打 也沒有爆頭啊 對不對 我只是功課做的 多 比較詳細 對 講的次數多 我如果都沒有做功課 我也講不出來 剛好發聲了 大家就印象比較深刻 對不對 王毅正出來投 大概五場 我每一場都講 啊今年出身球好少 拳雷打好少 對不對 都有講啊 連當時也都沒發聲啊 是不是 內防守圈便沒有縮小 三壘手接到船 本壘 本壘跟三壘就可以到夾殺 追出去兩個都跑 兩個都跑 兩個都跑 會死後面那個 對對對 這個 壘包是屬於前衛跑者 對沒有錯啊 所有拳是屬於前面的 原來的那個人的 後來也從未來 看見後面那個 然後再放在 放在高博會身上 看他會不會跑出來 對對對 之前真的有救過 對 搞不清楚 以為自己出去 就離開壘包 就自己出去 那小朋友呢 如果記不住的話 就兩個都碰就對了 好 至少一定會死一個 喔阿瑩啊 在最近 這 南米哥的連神 的情況下 包括蘇俊宇的 玩頭玩豐盛 他都是 手臂非常的優異 就同一個壘包上 一個壘包占有兩個跑者的情況之下 規則 上面呢 那個壘包的所屬權 他保護 他只能保護一個人嘛 是屬於前衛 對 原來的那個跑者 前衛跑者 所以剛剛呢 兩個人都他在三壘 後衛跑者 奮國城 他沒有受到那個保護 對 所以他被觸碰 他就出去 這樣子 從沒有人出去 一二雷有人 到現在變成兩人出去 一三雷有人 到現在變成兩人出去 傷了 能到雪林哲宣 變成旋上一隻大騎士 因為有幾隻手的時候被十五雙無人 哦,哇球,混了一下 这边要求暂停 不成裁判没有给 好想要准备要投了 前面有说林哲轩又是诱打,然后今天排在第九棒,主要就是他近况不好,同时面对王义震也没有打很好,对战打几率今年才一拳八八,16打出三安打 哦,这个听有这个教练说,还暂停,手不要放开啊,是,可是他必须,你用嘴巴,对,只能用嘴巴大伤起来,对,手真的不要放开,手棒 这边也像个高飞球,捕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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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好人,把这个飞球揭杀 黄义震,化解失分的危机啊,安全下装 LAMIGO现在还是3比1领先,先休息一下咯 来吧,来吧 do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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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東西變不出來 真的,他把花變不見了 拿不出來了 已經在地上了 有前面的真正式鼓勵 謝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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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雷手 噢 已經停止了 噢,結果是 換二雷手 前面直接配場,換成開門 不知道是有受傷,還是覺得直接兩隻失誤了齁 反而是那個 前一個半球被 朦朦頂到的是 余孟奎 還在場上 有些王正堂 沒有,先發 船上打擊的是廖健庫 噢,這個打擊,王打擊力又提升了 前一次打擊是中外移方 趁安達有一分打點 現在蘿莉隊廖健庫連頭三顆外球 BB9 吃外球保送率才0.87的 連一都不到的蘿莉 完頭九局平均不到一個 出現 不會出現一次吃外球保送 好,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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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那也安達了 這個球二雷手能夠攔截,這個不容易了 哇,了解不 兩打樹兩岸打 這個球二千開輪 能夠擋下來才有機會 這個應該是計安達吧 還是計十五 看不到計分板 這個應該船轉也沒有機會了 因為第一時間沒有接到手套裡面 接進去就有機會了 他沒有接到的情況下 他必須還要轉身再回去撿球 嗯 技術組技安達 技安達 不會為 要做戰術嗎 所以還在放 下一棒是好泡染 球迷剛剛也自己在討論 欸,怎麼拼笑 這算補手沒有站起來啦 有什麼意思 對,因為剛剛前一個半期 在聊天室上很多的球迷也在討論說 剛剛 點給第八棒打擊率不到兩成的方克偉大 波勇為打擊率是有三成四三 雖然是打擊是沒有安達啦 那他對戰 蘿莉打擊率本季是七至一而已 好便 嗯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 必須要點 因為 讓跑者能夠推進到下一個連包才是重點 嗯嗯 那剛剛你說一二壘點下去 讓他到這三年 不單單只是安打截圖 對啊 除外野高飛球 甚至福利 甚至到手都有機會點得 可是你如果沒有點過去讓他再一二壘的話 那會是很大的變數 嗯嗯 主要是對方投手是蘿莉 蘿莉再怎麼樣還是 摩托黑啊 去年前面玩的滲頭王 那個去投手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的那個 那對我們現在就要送他一幕了 還電 你好手真面 耶 一個體感失禍 蘿莉會不會氣死啊 還是會一出舉二雷有人 又失誤 蘿莉 作詞 蘿莉明年小朋友再回蠟米歐 我前面origament說 只有七分,只有三分,只有折分 這個球郭勇為沒有點好,投手正面 失敗的犧牲短打 這顆球基本上是不需要再追求 重點不用再傳一雷了 短打你要做雙殺的話,除非這顆球真的點得非常的強勁 結果還要記余孟葵是手臂十五喔 原本不會上二雷的喔 記余孟葵還有多一個手臂十五 結果跟成功犧牲短打一樣 只是他自己本身上二雷 換個跑者 打球衛道的是洪浩然 每次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要出手打球界外 嗯,洪浩然今年球季過去只有過兩次得點圈 嗯,洪浩然今年球季過去只有過兩次得點圈 今年喔,兩次得點圈的那是機會,兩個打數沒有安打 就是今年的第三次 羅力這位投手,嗯,今年當然沒有像去年那麼的猛啊 那今年他的,其實他的被打擊率有兩成八零 那甚至得點圈友人的時候 羅力的被打擊率是三成零吧 比他的平均被打擊率還要來的高 嗯,像今天阿密告前面得點圈友人 就五個大樹打了三成零 打了五個大樹打了三成零 打了五個大樹打了三成零 對 而且這大樹的速度也很快 現在還有梁家榮 梁家榮算是打擊率 有幾本地球被自殺 梁家榮呢,今年對上羅力 四隻零 四打數沒安打,分了2K 去年是九打數,一隻安打而已 4K 去年九十一,這隻安打擊率一成零 在下羅力今年球季先前 掉了六十一分 只有五十四分一則分 只有七分被一則分 有好球的空間喔 感覺起來是稍微高了一點點 梁家榮雖然現場的那個 他的歡呼,他的應援 是全力衝,全力衝梁家榮 但我今天可以特別仔細看一下 梁家榮 在 LAMIGO 這幾年喔 他這個,嚴格算是六年啦 但是呢 他只有過一次到來成功耶 比他的身材感覺應該不至於喔 這個到雷,連嘗試都很少 他是2016年前年 他的職棒四年級囉 才發生第一次到雷成功 每年一次失敗 所以他的全雷達也很晚才出現 可是就是去年一下出現就是六十 前面四年完全沒有全雷達 全力衝 好可惜找到了自殺 我們要準備上大一幕啦 現場投員球場的球迷大家好 這裡是LAMIGO TV,我是展元 今天的球評是兩國跑教練 哈囉,大家好 這個,今天呢 非常非常開心呢 在這個中秋佳節的連假 大家能夠來到桃園球場 來看棒球比賽 來幫LAMIGO桃園隊加油 那這邊呢 要特別的跟球評朋友報告的是 LAMIGO目前是幾年勝 你們知道嗎 LAMIGO現在幾年勝 七年勝啦 LAMIGO桃園隊呢 在今年球季喔 曾經有過一次九連勝 在今年的4月8號到4月21號 九連勝 曾經有過一次九連勝喔 那次的九連勝裡面呢 贏了統一五場 贏了中興兄弟三場 贏了富邦一場 而在那一波的九連勝 也平了 LAMIGO對史最長連勝的紀錄 在2008年的9月22號到10月4號的九連勝 所以呢我們希望LAMIGO導園隊 因為呢在中華職棒的紀錄年鍵裡面呢 球隊連勝喔 最低的門檻是10連勝 才可以印在那個紀錄本上面 紀錄年鍵才有列出來 那我們呢有這個9連勝 還不能夠 沒辦法能夠印在上面 所以呢 像這一波的連勝7連勝 加把劍一路衝到10連勝以上 明年的紀錄年鍵就可以看到 LAMIGO的連勝紀錄就可以印出來了 那在今天呢 這場比賽喔 我們希望呢 火力繼續給艾姐姐 王毅正打線給他捧場 因為王毅正過去2連勝呢 隊友都把他攻下10分以上耶 好的那這邊也要跟這個球員朋友來說一下 明天中秋節 LAMIGO TV 明天9月24號晚上的8點 LAMIGO TV有一個特別的節目啊 那也希望大家呢 懶懶的一日攻讀生 希望大家呢 來支持 在明天中秋節 來看LAMIGO TV囉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的 明天呢 中秋節 雖然沒有球賽 但是呢 LAMIGO TV的節目喔 藍藍的那個 這個 拉蜜可收隊 就是 對 晚上的8點 大家一邊可以烤肉 一邊可以看 像藍藍一日攻讀生 這邊有人留言說 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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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平時連線都遇到喵喵 都遇到 那個同一 就是衝不過去 去一點好像是8連勝 都就是中斷在同一那邊 好了 到了五局上半啦 3比1 真的用球數66球 哦 這個半局是 哦第一棒啊 有陳凱人 陳凱人剛剛一上來 陳凱人剛剛一上來 陳凱人就 討厭他齁 一局接了兩顆球啊 是 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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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可能是想讓 王正堂 這件事情 完全休息 是 王正堂 也都是前面 只想把二雷勝 來 來 往柏龍 超級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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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說 下個禮拜二 禮拜四是 對喵喵 就是都合對同一 9月25號 下禮拜二 如果過完中秋季之後 我們又可以在桃園出場 見面啦 然後 還有 9月27號 禮拜二跟禮拜四 就是讓你夠對 其實讓凱倫起來 是被意外 因為 張凱倫是打王毅真 打得最好的比手 呃 陳凱倫 到陳凱倫 對 喔 張正偉 反倒是前兩次 都被王毅真 三陣 球數69顆球 黃毅真 今年球季 現在七勝七敗啊 投了19場 19場的先發 11場優質 但他 他對富邦 因為有些投手 有時候會 呃 所謂無關勝敗 無關勝敗 有三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 應該說有四種 第一個是 品種被搶的單 無關勝敗 另一種是 勝頭飛掉 對對對 本來領先退場 是勝頭候選人 那被後援投球炸過 另外一種是 逃過敗戰 對 分數落後 是敗戰投球候選人 他去追平了 其實有四種 還有一種 無關勝敗的 先拔 我說先拔的狀況 無關勝敗就是 領先但投不滿五拳 對 對 對 是無關勝敗 那但是王毅真 反而是過去 對富邦 今年啊 六場 通通都有關勝敗 三勝三敗 剛剛好 三勝三百 對戰防禦力是 4.58 那他有 之前對富邦 有投的好的 也有投的不好的 像是7月22號 在新莊對富邦 他先發七局 王毅真先發七局 只被打兩隻安打 而且那樣比 我記得是 一直到前五局 都還是無安打 總共才被打兩隻安打 6K一個保送 沒有十分 七局五十分 拿勝投 那 最近一小時 8月26號 也在新莊 先發六局 吃掉六分 五分子 這分分敗 那今天到目前為止 前面四局 他只有被打三隻安打 也只有在第一局 被 吳金龍打一隻陽春圈 看得一打 收到張曼 這好像太早落地了 前面兩隻讓張正偉 回空 都是外交的 是 現在買投訴了 太速前 太速前 真的 張正偉 今天 真的是沒有辦法去追捷王一陣 嗯 張正偉昨天打了三隻安打 剛才特別說張正偉很難三陣 今天 對柯恩三次 要讓柯恩投了 十幾顆球 就還安打上 哇哦 變高角度的球期間 的四壞球寶獸 一場局 一类有拳 同一間就他們比賽投出來了 第二次的四壞球寶獸 那明哥大神說 隔壁五局 無安打 好不好 來看一下隔壁棚 對 對 跟麗棚 有比賽 沒有啊 哪邊 對 目前是 13比20一間 哦 這邊真的出現了那個 中興沒有安打得了 對 我之前一直在講那個 無安打一定要配上 50分比賽 哦 是 嗯 像美國他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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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no wrong wrong是得分 嗯 無安打但也有可能會失分 你丟一堆保送 對 沒有被打安打 但是也是失分 第一局沒有安打 應該是 失誤吧 對 失誤也是有可能 對 出身球 十五分 十五分 公平的投手 江本燕 第一局要兩分 等一下投到 投完那五局了 還沒有被打安打 那是失兩分 哦 中華聖棒在過去 的 五安打比賽 都是五十分的 哦 是五安打五十分 好 密隊胡金龍了 球數領先 兩樣好球沒有壞球 今天 過去 五場比賽 三十四局沒有愛一全壘打的 黃麗鎮 還有胡金龍 一支全壘打 哇 可惜啊 真的厲害 哎呦 現在要衝三壘 而且胡金龍剛剛是兩號球沒有壞球 第一次打幾 打全壘打也是兩號球 沒有壞球的情況下 好球數都在離籤的情況下 一局已經三壘 現在幫我們將支持 最場比賽 互邦的第四隻的安打 第八個上累者 裡面還有三個寶寵 還有一隻 守備書 上來 江志賢 兩分離間 還是擺一個雙殺分數 跟第四隻一樣 有機會可以搶分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分數拿下來 我前面說富邦 分四連神之後 目前四連敗 其實富邦這四連敗呢 9月18號 7比9 輸同一 7比9 輸兩分 然後隔天 6比8 輸同一 6比8 輸兩分 前天4比6 輸 輸兩分 昨天3比5 輸 輸兩分 富邦的四連敗 每一場都是輸兩分 然後 而且3比1也是 對 那第四集跟第五 唯一不同的是 這一局是輪到 比較好棒 中青打 對 又是球速領先了 黃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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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輔手 這顆球 又把它吸住了 黃毅正 真的有人 黃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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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在練 每次兩目球兩壞球囉 印象中沒有左投手 直插球都比較順分 直插球 一看一聽到那個左投就知道他都是直插球 像陳宇勳大家知道啊 就是一個直插球 右投手比較多 謝長恨 直插球太重難 哇這個球被撥到了 中外野風向落地的安打 三連勝的跑者回來得分 股房間在2比3 剩下一分落後而已了 我意思是你都是在這個面對打者都球速先領先的 對沒有錯都是球速領先 嗯 講之前是兩好球沒有壞球 不到兩好兩回兩成還是 對已經玩現在我現在看得到目前 огда太刀這樣迄圖 昨天提搖的這麼辛苦個情況去 是因為他的賤數也都投不開出來 所以 晚年投的最好的賤數就好像都投不開出來 很暫停的 這些在聊天室上面 有人告訴我 說給大家 又說彌伏德 彌伏德紫茶球 還有六位是說 是林英傑 彌伏德 彌伏德就有點受傷 沒有 彌伏德紫茶球 對 沒錯 左頭的出場 彌伏德紫茶球 彌伏德昨天在二軍中出賽 剛剛講之前的安打 是這場比賽後方 德田圈有人的敵職安打 斯達蘇伊安打 跟楊明的高國輝 加油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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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球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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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球 可以跟球迷朋友特別的講一下 我剛剛有在 國際我們都在現場 你看裁判有沒有 就是 沒有 剛剛看好看 沒有沒有 對我剛剛有定了 定了沒有 就是內野高飛必死球 雖然球員已經退到外野草皮 所謂外野草皮 但是其實也是符合 所謂這個 內野高飛必死球的規則 野手已經叫定位了 並不是說 到外野就沒有那個規則 很多球迷有時候想說 他明明名稱叫做內野高飛必死球 那一定是內野 到外野就不算了 那他 其實這也算 因為 如果以林立剛剛那個位置的話 他也可以 沒接到 有沒有 傳二壘 傳三壘 傳二壘 也可以故意造成雙殺 只要看裁判自己去判定 對 這一球 有外野手衝破 來 接下 勝局 范國城 那球打得很扎實的 不過 來 一輪 衝得很快 至少力保 LAMIGO桃園隊目前還是領先一分 那王毅震和我們五區球隊分數領先 所以還是 有機會拿勝投的 好啦 這個半球 福邦得到了一分 LAMIGO三比二一分領先 我們先休息一下 燈 1 1 2 3 1 2 2 2 3 2 3 2 3 2 4 5 5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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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沒有這一項 造成對方手臂輸過了 三球被三陣 我聽說拜託不讓你打出去了 打出去都會造成他的飛之折粉 連你兩次撞壘都有得粉 三球被三陣 打出了紫插球 掉的不錯,很大 裡面一開始想要攻擊還不知道球會掉在什麼下面 結果飛出一台知道球在很下面 而且我發現三陣多的投手 當然他的快速球有一定的水準 另外就是他有一個紫插球 紫插球真的很容易造成三陣 他的軌跡轉速其實跟直球差不多 就像現在最好的變速球就是那樣的意思 蘿莉今年的躲三陣率也高到9.2厘 他是先發動手 我估計投135G 投了135K 三陣比局數還要來得多 所以躲三陣率就超過9厘 9.2厘 三個壞球沒有好球 而現在蘿莉還是聯盟的三陣王 三個壞球沒有好球 而現在蘿莉還是聯盟的三陣王 魔王魔龍也已經有七重比賽沒有拳雷打了 去年的拳雷打過 而他上一次拳雷打就是打蘿莉 他跟蘭英倫一樣 連續兩支拳雷打到這麼一個投手 蘭英倫是連續兩支 他個人連續兩支拳雷打都是打50號 所以蘿莉還是聯盟的投手 2號3塊的滿球數 手超級遠 2雷手 2雷手很盛 2雷手已經跑到2雷手臂的位置了 2雷手臂的位置了 真正王魔龍的特殊固陣 然後3塊 超級屁股 15層世界高的高兵 超級屁股 三槍參加也結束了5局下班 那米古的進攻沒有再得分 還是維持3比2 1分的領先休息一下 純屎古列 這 hi帶來精彩的舞蹈表演 眾事鼓勵 flame兒 爪看到íve成了 supp которо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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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